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大家好,这是老陈,今天呢 我们下大学,你看 雪到我的膝盖了 而底下还有厚厚的,这么一层雪 这个公园的椅子上,这个地方呢 是原来应该这么坐啊 而呢,现在我就把它用脚踩上了,坐在它的靠背上 这样屁股稍微好受一些 我刚刚给我们家车清完了 雪,所以身上比较暖和 我在这个公园里头给大家做一期节目 说一说我所在的这个社区 在漂亮的雪花中间 慢慢地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社区叫Saint Henry社区 是蒙特利尔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社区 也是现在 房地产业 发展比较快的 地价涨得比较快的一个社区 所以呢,首先,您如果正在准备买房子 您就考虑到我到这个社区来 我们还可以一起在这公园里聊一聊 现在我又介绍一下 这个社区的大概的范围啊 就是从我身后 过上那么大约 有一公里的里程 有一条路 就是高速公路 这个高速公路的那边呢 是威斯蒙社区 威斯蒙社区我们都知道 以后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是蒙特利尔最富裕的一个社区 又被称为是安省的一个非地 但是行政上呢,它是属于葵神馆 它不属于蒙特利尔馆 它是独立的一个市 叫威斯蒙社区 它也是比较有特色 过来之后就往我们省恒瑞社区 往右面呢,有一条路叫 森报了 不是叫森报了 还是叫森若密吧 森若密那边叫森报了社区 靠我们东面这边呢,叫森恒瑞社区 再往我的左手 大约 也是一公里多一点吧 差不多快两公里的地方 有一条街 叫艾特沃特尔 是个英语词汇 那条街的东面叫做 布吉布库 叫小布尔根 布尔根 布吉布库 布库是法国的一个地名 中文怎么翻译我还不知道 那个社区再往东呢,就是 Grunfin Town 而往西 就是我们森恒瑞社区 我的对面,就是摄像机的后面 大约五百多米的地方 有一条运河 叫中华运河 我还专门介绍过 以后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运河的 靠近我们这边呢 就是 森恒瑞社区 那边呢,就是另外一个社区 以后我再给大家讲 叫 叫 艾马克社区还是什么 这个社区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居民人口啊,详细的数据 我看看我手机上有没有 我写过一篇文章 数据我完了写在我的 这个视频的说明区 因为我记数字 不是特别的好 虽然我中学考大学的时候 数学考的挺高的,我记忆力不是特别的老 尤其对数字,不是那么敏感 这个社区它有什么特点 它原来是工人社区 就是在蒙特利尔工业 就是种工业比较发达的时候 这个地方住的前后左右 全部是工人 而我现在正在做着 给大家讲的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个 就是在工厂时代啊 在一百年前 曾经是一个大的屠宰场 就是每天都是杀猪,杀羊,杀鸡,杀鹅 后来屠宰场给迁走了 这地方就规划成了一个公园 我后面是一个很漂亮的教堂 前面呢,是一个户外游泳池 都正在建设 这两边的房子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都是古香古色,表面都是那种青石头 那种装饰 跟我后面的教堂是一个风格 是非常的漂亮 嗯,当时因为 圣劳隆斯河啊 它在蒙特利尔这一段 有很多的急流跟潜滩 它比较重点的远洋货龙 在蒙特利尔必须停下来,然后 再重新装船 通过运河,然后运到 别的地方去 才能到安省啊,这些地方去 后来,加拿大政府啊 把圣劳隆斯河的河道给输郡了之后 远洋货龙能够直达多伦多了 或者直达安省的某一个更上游的港口了 所以呢,这运河就荒废了 而运河周围的工厂也就逐渐地迁走了 迁走之后呢,好像也是坚持的时间不长 都陆续的,别的地方的工厂也关了 这边的工厂也关了 蒙特利尔本来不必要迁走的工厂也关了 关工厂的原因就是 北美的主要的制造业外迁嘛 像中国,主要像中国 还有 像柬埔寨啊,越南啊,印度啊,像那个地方去设厂 这样才能有我们国家的 那种黄金十年的发展嘛 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北美 工业,制造业在萧条 萧条了之后呢,他们就发展 什么银行业啊,软件制造业啊 还有物流业啊 还有一些比较尖端的一些工业 他们保留的一些工业是什么呢 就是像蒙特利尔有一家比较大的制造商 叫庞巴迪 它主要制造商业、商用 跟私人飞机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富人是使勤的买车,买飞机 那富人,像赵本山,她买的什么飞机呢 就是蒙特利尔这家公司 庞巴迪 帮巴迪 实验她生产的那种私人飞机 具体什么型号我也记不得了 我还在飞机制造车间去参观过 因为我曾经做过兼职翻译 就是接待过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 还有其他几家飞机制造公司 在庞巴迪的几家工厂 都去参加过 确实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好,我们就不说庞巴迪了 我们接着说我所在的这个社区 沈亨瑞社区 沈亨瑞社区 它呢,是加拿大第一个人造卫星的制造点 人造卫星制造 设计和制造的建筑物 就在我家店的后面 铁路的那边 有一个商店,轰带炮,它的旁边 现在 嗯 那个车间所在的那栋楼 以及那个车间本身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叫做蒙特利尔声音博物馆 也属于咱们的沈亨瑞社区 那是蒙特利尔唯一的一家声音博物馆 非常非常地漂亮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唱片 播唱片的那个机器 还有最早最早的那个电视机 最早的电脑 显示器 那里头,反正就是这种 非常非常地有趣 嗯 我在这个地方呢,有三套物业 就是制了三套房子吧 有两套是公寓 三套都是公寓 其中一套呢,是我家的店 商业房,两套是住宅房 就相当于这个投资房吧 我为什么当时没在南岸,西岛等等地方去买啊 主要因为远一些,我那时候还比较依赖地铁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来,就是选择这个社区的时候 对这个社区不是很了解,住下来之后 给一家中文小报写那个 转稿,才慢慢地 把这个社区了解了 然后,又住了这么将近十年的功夫 所以说,现在非常喜欢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住着非常舒服,非常方便 你看,地铁穿过这个社区 而这个社区主要是人也挺好的 大家都见面,都打招呼,都相互帮忙 我记得我们老大在这儿上一个 中国人办的家庭幼儿园 这个家庭幼儿园后来搬到 蒙克地铁站附近,叫 博弈埃马克那个社区去了 社区的园长抱怨说 不太容易收上来 托儿费了,在这个社区 从来人都不欠托儿费 虽然人生活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富裕 但是呢, 比那边要好多了 这边的房价涨得要非常的高 现在我买的那几套物业都差不多 房价,不管长短,都差不多翻了一倍了 这些就不用说了 也许我是赚了,但是我也不想把那些卖掉 主要,一个呢,我现在不是特别缺钱 再一个呢,也是对这个社区比较有感情 希望通过把这个房子长租 跟那个租客 也是交成朋友,我特别喜欢交朋友 天上来了个飞机 这地方离飞机场还比较远 但是呢,就是 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 在我的右面 飞机在起降的时候 噪音对这多少有点影响 但是你住进去的时候 是听不到这个噪音的 这就是在公园里头 经常能够听到 因为它的机场 不像北京的国际机场 离北京市区那么远 也不像兰州的中传机场 要那么远 它是比较近 离这个市区比较近 而且 它那个地方已经是大蒙特利尔 延伸出去的,居民就比较密集了 高晓松做过一期 关于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介绍 他说蒙特利尔是没有发展,就没落下去了 实际呢,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人家其实一直在发展 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 他因为不在这儿生长了 他说没有发展,就没落下去 主要是要把后面那个艺术 这片给衬托出来 他说蒙特利尔主要是发展艺术 从蒙特利尔走出去一个全球著名的 一个演出公司 叫做太阳马戏团 现在太阳马戏团控股 还是一家中国的企业 叫什么名,以后我查了再给大家说 那我为什么要说艺术呢? 就是我们Saint Henry社区啊 也是出艺术家的地方 我店里就经常来一些画家,一些摄影师 一些服装设计师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 在蒙特利尔还居住过一位作家 就是加拿大的大混号 叫Gabriel Wu 英语叫Cabriel Roy Gabriel Wu 他写过好几本小说 都是作为严肃文学的典范 我在康大学文学史的时候 读过他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叫Emmanuelle 他的一个夏天 主要是讲 曼尼托巴的 一些早期移民的 一些困难 他们的生活 属于乡土的一些教材 乡土的一些小说故事 在蒙特利尔,咱们这个社区 省恒人社区生活的 工人生活社区的 就是叫做 欢乐时光,包南方区域粉 写得非常好 主要是写一个 一个知识分子 跟一个普通的女工 她们的爱情故事 以后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我所在的这个公园 就是现在做着 给大家讲的这个地方 原来是一个屠宰场 一百年前 每天都在这儿杀猪杀羊 大家都 不是在 有很多人做美食频道吗 那美食,很多人都不做素食,做肉食 那肉食都哪来的 本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不是的,都是屠宰了动物之后 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让你去买着吃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干这事的 后来呢,屠宰场外迁之后 就建成了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非常有意思 我后面呢,是一个教堂 两边的建筑物都是这种非常古典的 青石板外装饰 楼梯也非常漂亮 以后我还是给大家 哎呀,我有很多很多的 慢慢再给大家介绍吧 好,今天关于介绍 Saint Henry社区 我就先说到这里 我这回赶紧要回店里出去 呃,干工作去 虽然 现在很多中餐馆压力很大 我的这个店呢,主要是面对的是西人 平时咱们华人来的比较少 我还没感觉到压力 所以活还很多 压力主要就是活 我赶紧去 有很多人要打印亚克力版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我赶紧要去上班了 好,谢谢朋友们 新朋友们订阅我 老朋友们继续关注我 谢谢,再见,拜拜 还想听 又关不掉了 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